大方龙部落青年一行二十多人跑步进入青梅部落 准备前往达邦家中进行百达古斯仪式 达邦在接下青年的新屋之后 也告知将会派人前往达邦参与祭典 在达邦向前来的青年之境之后 吉威德坡青年开始倒水 慰绕许久未见的兄弟们 在此同时 其老也开始再度讲述 两部落当年一起抵抗外人侵略的故事 希望后代子孙能够永续这段情谊 我们在一起抵抗外人侵略的故事 根據部落口傳歷史 百年前來自台東的編南族人 為了擴張領域 一路從南往北一一收服各部落 但在攻打到現今的大新地區時 周域給位的部落跟打包龍部落 聯手抵抗後 編南勇士全軍覆沒 成功所謂家園 至此兩部落每年都會互相派遣青年 邀請參與祭典並口傳故事 而獲選參與本次百達故事儀式的青年 也感到非常榮幸 就是我們跟齊美部落是兄弟部落 然後很開心可以參與部落的文化傳承 希望以後可以一起延續我們之後的感情 以前我們齊美跟打包龍的關係 一直延續到現在 我們還是以原有的文化傳承 我們來這邊 巴達哥斯 今年有很多 當年去巴洛海加巴 當年去巴達哥斯 今天巴洛做都是很期待 在口傳故事結束之後 部落族人也會受驗款待辛勞的青年們 其地兒做用餐遵循古老的傳統 而在打包龍部落青年啟程返鄉時 給位部落青年則邊跑邊倒酒水 藉此表達不捨之情 也希望兄弟們能平安抵達部落 原視新聞找到Bits花蓮瑞碎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